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Real Canada 有料加拿大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法定法律公司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许多国家都关闭了入境通道 那么在众多的国家当中 加拿大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 疫情得到控制之后 为了恢复经济 大力开展移民项目 推出了百万移民计划 和各种利好的移民政策 让加拿大成为疫情期间 海外移民的最佳选择 如果要申请联邦技术移民 必须要通过联邦的快速通道 意义系统 第一步就要确认自己 是符合联邦意义人才 不持的要求 联邦意义系统 是管理着三大类加拿大的 联邦移民项目 包括了联邦技术的移民 FSW CEC加拿大经验的移民 和FST加拿大的继工移民 对于绝大部分咱们国内的申请人 首先要满足的 就是过往十年里面 制作有一年的 全职代薪的工作经历 雅思G内听说读写 要达到四个六 并且满足联邦技术移民 打分67分的最低要求 这个打分表 对申请人定有工作经验 语言能力 教育的最低标准 那么在100分钟 至少要获得67分 第二步是联邦意义系统中 填写你的个人资料 完成个人资料后 你将收到综合排名系统 CRS的分数 CRS叫Comprehensive Ranking System 它会根据申请人的年龄 教育 语言的能力 工作经验 加拿大的适应性 等因素 对每个申请人进行评分 总分是1200分 第三步 要关注联邦意义值的筛选情况 查看你是否收到 永久居民申请的申请邀请 叫Invitation to apply 简称ITA 加拿大移民局在疫情前 往往每两周 进行一次抽选 而且并且会定向 对CRS分数最高的申请人 发出ITA 第四步是如果你获得了ITA 你就可以递交永久居留申请 给加拿大移民局 审理的时间 通常是5到6个月左右 获得移民签之后 你就可以移去加拿大了 加拿大的意义的移民的申请要求 还是比较简单的 主要看申请人的资质 意义的技术移民的评估 有两个打分表 需要打分表的朋友 或者是你想自己准确评估 自己是否符合条件 可以把你的年龄 学历 工作 语言 联系方式 这些私信给我 那么我会给你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评估 在联邦意义系统中筛选的分是非常高的 我们通常会结合加拿大的各类审提名项目 为申请打通多种申请渠道 降低移民申请的门槛 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分析 我是加拿大移民局法定法律顾问市警司 我们下一期的Real Canada 再见 再见